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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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做一個成功的企業領袖 一定要有一個清晰的目標 和團隊的建設也很重要 一方面我想要聽團隊的意見 集思廣益 而另一方面當你做了決定之後 就一定要有決心去執行 另外亦都很相信empowerment 我覺得一定要empower自己的同事和自己的團隊 令到他們可以發揮所長 提升他們對工作的熱誠和承擔 整體可以發揮最好的效果 我想企業領袖現在面對兩個很大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科技 因為科技除了可以帶來無限的機遇之外 亦都會為企業家帶來一些新的挑戰 現在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 怎樣可以保持到競爭力 是非常之重要 同時另一個挑戰就是 現在企業的領袖 除了要滿足股東的要求之外 亦都要兼顧其他持份者的一些期望 特別是在ESG方面 即是環境、社會、管治這方面 亦都是非常之重要 一定要做好這個平衡 我覺得企業管理就沒有所謂的必勝之道 我想不同的人會有他們不同成功的理念 或者成功的方法 但有一點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一定要與時並進 和時刻地尋求進步 要充分掌握市場的脈搏 時刻地保持前瞻性 才可以把握到先機 才可以成功